娱乐圈中有一位妈妈,她创造了一个生娃记录,五年生了四个宝宝,而最最最关键的,是她每一胎都是偷妇产,她就是香港著名影星陈浩明的老婆蒋丽莎。 蒋丽莎,2011年11月,她偷妇产下大女儿,2013年9月,偷妇产诞下儿子,2014年12月,偷妇产生下三女儿,2016年3月,还是偷妇产生下四女儿。 她自己表示,可能你们都不信,我的那个大夫很好,我抛妇产,一点都不疼,我生死她都从来没有坐过月子。 四个子女,也都是由蒋丽莎自己带大的,一个人带四个小孩,尽量被很多人吐槽为生娃机器,但她依旧觉得幸福,平时只剩幸福的她。 在这次的节目中,也崩溃大哭透露自己的心声,很难找到一个平衡,经常管不了孩子,操控不了孩子的心境。 节目播出后,网友惊呼心疼这样的姑娘,现在二胎正次开放,许多家庭都计划要一个小宝宝。 可是问题来了,一胎是偷复产分娩后,二胎的出生会有时间上的要求吗? 一般情况下,医生都会建议两个三年再分娩第二胎。 第一胎偷复产,如果第二胎的时间比较接近,会存在疤痕裂开的风险。 各位准备,要二胎的准妈妈们,加二胎怀孕签,一定要去医院检查子宫恢复情况。 要增长医生的建议,做月子对中国女人来说,是一件大事。 十月怀态对准妈妈来说,每天都是幸福又辛苦的。 宝宝一,天天在肚子里变大,会挤压妈妈的各个器官,给妈妈身体上带来疲惫感。 并且由于宝宝每天都会有变化,妈妈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。 产后一个月的休息时间,是身体和精神放松。 这个期间,各位妈妈身体上也会发生改变。 所以在做月子期间,家人们都会给妈妈们准备各种各样的饮食。 可以通过饮食条例子宫,帮助妈妈们增加奶水,增强身体。 怀孕期间,准妈妈都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,家人们对其加倍照顾。 生完孩子后,家人们更多的注意力,都会放在孩子的身上。 这是新手妈妈心里会有失落感。 面对刚出生的宝宝,激素的变化,神采的改变,大娃的焦虑。 妈妈都会有无力感,有的甚至出现了抑郁症,这时丈夫的表现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丈夫要理解妻子,认真亲情妻子的诉求。 不要打断妻子,也不要轻易下出结论。 站在妻子的角度考虑问题,会让妻子不会有骨筋放战的感觉。 要加入到照顾宝宝的行列中,帮助妻子本来照顾宝宝的辛苦。 除夜间喂奶的时候,可以陪伴一下妻子。 妻子喂完奶后,帮助安抚宝宝,后宝宝睡觉,让妻子能够好好休息。 抽出一点时间,有长辈照顾孩子,夫妻二人可以适当的放松,重温一下二人世界。 这样也可以放下照顾孩子的紧张心情。